香港特区今天7月1日是主权移交17周年纪念日 在昏暗的天色下 中国驻港官员及特区政府官员参加了升旗仪式 每年7月1日 香港特区政府及建制派同民间都举行对立的集会 一方庆祝一方声讨 今年的民间抗议游行的主题 与刚结束的民间全民公投 争取2017年实行真普选息息相关 不过与往年一样 游行认识还有其他议题 其实白皮书国务院一发表之后 其实变相香港基本法是架空了 所以我们整个棺材就是 寓意香港一路好走 还有都是一如既往 希望是无望六四的死难者 还有释放所有的政治犯 七一上街 七一上街 公民大平 公民大平 十一出 万个选取权利 离一离开这边 至于一年一度的七一民间大游行 大批香港市民下午从香港岛的维多利亚公园出发 游行前往中湖安金融区 都要保持市民下午 都要保持市民下午 在未经济书江卿市民下午 大批香港市民下午 福建自国政府 自个国家美国 来自国家卿代社会 统认 zit 所以我们可以接受这些 我们的公共 我们请市民 帮助 當他們提出了白紙 表示全力與中央政府相對 所以他們也想把香港的高的自由 所以我們必須為宇宙宇宙 保護我們的系統 也要保持自由的社會 香港警方嚴陣以待 防範遊行人士佔領中環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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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範遊行人士佔領中環行動